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中央领导这次产生方式有缘机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是用一个谈话调言的方式产生的 另外,中美首三季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幅增加14.2% 美国学者就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完全失败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中央二十大闭幕之后,新华社接连刊文介绍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的几实 除了专门讲到中委会和中纪委成员点挑选之外 也有文章讲述、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等中央关键部门 酝酿产生的过程,内里颇有秘民 文章讲述是一个场景 今年初夏清晨,北京中南海早上七点几 一个省级领导干部早早就来到这里为一场严肃壮重的谈话做准备 两天之前,他接到中央通知他去北京 来到中南海之后,他才知道是要进行谈话条言 而条言的主题是对中共二十届中央领导人选表达意见 《气候谈室》里面,这位省级领导干部 仔细看了桌上摆的几份材料 包括谈话调言有关安排 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员同志明测 以及正部级党员领导干部明测 早上九点,谈话正式开始 中央领导人就和这位参加调言的省级领导面对面交流 认真地听取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讲述中央领导机构如何产生的非常煽动的一幕 始终回到今年年初,在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 总组的习近平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 认真地听取政治局常委门的意见 第一,就有关注了中央领导的目标 习近平提出组成新一届班纸的大方向 他说,中共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大党 建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 股头上的单纸重,责任大 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 坚强有力,奋法有为的将领导集体 第二,选人的方法 政局常委门一致赞成 起总局过去经验之后,不搞海推海选 作为采用谈话调言的方法,就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领导班子的人选 在一定范围里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讲到这里,我可以提供一个背景资料 就是过去产生中央领导的时候,曾经搞过海选的 所谓海选,就是提出名单 由中央委员,候補中委和省部级党政官员进行内部投票 但在10年前,即2012年中央18大之前 时任中央办公室主任令计划 据说曾经操纵海选的结果,令他自己获得高票 所以,现在已经废除海选这种方法 至于如今采取的谈话调言 就有点像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中一种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是找高层干部做面对面的访谈 而海选就比较像做民调那些量化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三,用人标准 将提出推荐人选应该具备的条件 不过第一,政治坚定对党忠诚 第二,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 有强烈的革命涉心 有改革创生的实事求是精神 敢于担当,斗争精神强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第三,严格执行民主大中制 公道政派,心胸宽广,善于团结同志 第四,严守党的计划和规矩 道德修行好,清正廉洁 在党内外,有较高的威信和良好形象 结果就在3、2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面 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酝酿工作,谈话调言安排方案 之后,从今天4月开始 习近平自己就亲自约谈了30个人 分别是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张军委委员等等 另外,从今天4月至7月 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283个党政负责人 以及35个军队负责人 对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意见 同样调言之后,产生了新一届班纸的名单 显示党同国家领导职务并不是铁椅子 符合年龄的也未必可以继续提名 体现了能上能落的精神 另外,新一社也说到 有些党同国家领导人同志主动表示退下来 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 新班纸出现了很多年龄上的破格现象 比如19届政治局常委 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并未入选 同龄的黄澳宁就流阴 另外,67岁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进升成为政治局常委 在20届政治局委员当中 72岁的张军和副主席张又合流阴 72岁的杨洁篪并未入选 69岁的外交部长王毅就进升入政治局 看完新华城的文章 令我们对中央领导人的产生增进了了解 另外,据悉,今年年初 中央考核香港特首人选的时候 也曾采用过谈马调言的方式 征诚了一部分不同界别港人的意见 这个方式既有民主也集中 兼顾了量确保选出来的人选被多数人接受 又可以保质是一种 兼收并速的选拔人裁方法 另外,想讲讲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本周初,中国下官宣布 今年头三季度,中国出口总值17.7万亿元人民币 增加13.8% 另外,进口13.4万亿元增长5.2% 由于出口增加远多于进口 贸易顺差就有4.2万亿元人民币 扩大了53.7% 而今年前三季度 东盟继续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顺差是7536亿元人民币 扩大了93.4% 欧盟就是中国第二大的交易伙伴 前三季,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 是1.39亿元 扩大了58.8% 而美国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首三季对美国出口是2.93万亿元 增加了10.1% 从美国进口就是8651.3亿元 只是增长了1.3%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有2.07万亿元人民币 扩大了14.2% 美国只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是中国对美国有最大的贸易顺差 就是2.07亿元人民币 换算成美金就是2840亿美金 数字巨大 也占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量的一半以上 表面看是美国买中国货多 中国买美国货少所致 美国输华的产品 除了能源和农产品之外 高增值的有科技产品和药品等等 那么问题就来了 美国不断加压 禁止芯片输往中国 有生意都不做 客观上就扩大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了 还有美国还未全面取消 对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 而今年头三季 美国入口中国货还增加了10.1% 就是说增加了关税 也不见得减少了中国货入口美国 税款由美国人缴币 有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发表文章 讲到这个问题的 他们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失败了 而且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美国政府说的 关税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篇文章是由美国乔治平大学教授布施 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雷弗勒 所以10日在美国国会三部发表的文章题为 对华关税在经济、政治和法律上都失败了 文章说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白衡室正在审查 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加征的 301关税的相关措施 看看这些关税在拜登任内是否有效 但是作者就说 审查结果一直都很清楚 这些关税就是无效 特朗普曾经吹捧 关税具有所谓的零传递的想法 即是说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价格会升 而中国入口美国的商品价格会跌 虽然这些跌价未带到加征关税的全部金额 不过这个所谓零传递的预言全部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是这样呢? 证据就表明中国将它的出口转移到第三方市场 因此不需要因为美国入口商要付关税 而中国就要将出口商品减价,卖给他们 事实上,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商品价钱并没有下降 美国加征关税前后,中国商品的价格也是一样 另一边商,受影响的中国商品 在美国的零售价格也没有大改变 变成是由美国批发商和零售商承担了加征关税的全部成本 另外,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也因为进口中国零件成本增加 而免得不少打击 文章强调,从各方面来看 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根据关税伤害深藏地带组织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初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令美国的农民、零售商、制造商、企业和消费者 额外增加了1,256亿美元的负担 即是说每秒都会损失810美元 两个学者认为,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关税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只是表明,在加征关税这几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崗位不增反减 下降了2%以上 2018年的关税起当年牺牲了大约0.05%的美国GDP 一年之后2019年,加征关税就令美国经济损失 飙升到美国GDP的0.2%了 看完中国今年头三季的外贸数字 加上这篇美加学者的文章可以这样总结 第一,即使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加了关税 到现在都不肯减下来 中国和美国做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贸易盈余很多,还不断增加 第二,美加学者说,美国政府声称 关税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第三,美国政客只是因为选举 只是因为讨好反华的选民 而不肯减中国的关税 美国就继续在谎言中开心地生活了 另一方面,我会石楼头的时事快评 讲一下美元大声出现的副作用很多 例如日元贬值很多在日本打工的外籍用工 就考虑离开日本 因为他寄回家乡的钱越来越少 由于日元贬值 这样就不够维持他们家人的生活 欢迎去石楼台,免费试看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